透过对佛法的认识 也能够帮助孩子 净化心灵 觉悟人生 为什么要让孩子学佛呢 因为学佛能够让人名利 注重家庭教育和家庭的培养 从小就把这个根 植入孩子的心田 父母亲在孩子心田植入的是山婴 以后得到了就是善果 佛法有一句话说 一注耳根 用为道种 法华经也有一句话说 若人散乱心 入于塔庙中 一称南母佛 皆共成佛道 那么小孩子 如果从小能够培养他一种 善的一些种子 或者是培养他一些道德观念 让他们有一些宗教的信仰 我想对他未来的人生 都有很大的帮助 当然就希望从小培养小孩子 有一颗慈悲的心 我们在佛法的教授里面 会给小孩子一些 孝道的一些观念 还有学会感恩 学会设身处地 为他人设想 佛法是指导人生 激励人生 鼓舞人生的 学佛除了可以认识人生 进化人生 和庄严人生以外 还可以把缺陷的人生 改造为美满的人生 从迷梦的人生 演变为觉悟的人生 学佛的好处 是说不尽的 时发新闻国文区建议 台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